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试飞篇 最近周老师去参加了一个学习 然后呢 就听到了我们分众传媒的创始人 江南春老总的这个分享 让我初中动用特别大 分众传媒大家都知道已经上市了 现在市值大概900多亿 所以江南春也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一个企业家 那他跟他给我这个分享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撼 他说最近他也在学杨明心学 而且杨明心学里面有杨明先生讲过四颗心 周老师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 侧隐之心 供应之心 修物之心 那最关键的就是最后这颗心叫是非之心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非既成败 不以得失做决策 以是非做决策 他回想他分众创业的这十几年 他有很多决策是做错的 也有一些决策是做对的 那他做的错的决策 他突然回想了一下 其实都是在以什么东西来做决策的标准 就叫得失 我做这个决策 我公司可以多赚钱 那我就做 我做这个决策 这个让我失去了更多钱 那我就不做 当他以得失做决策的时候 他发现短期来看盈利 但是长期来看他损失了 但是当他以是非之心来做决策的时候 虽然短期来看 他亏损了 但是长期来看 他实现了最后大的盈利 杨明先生讲到 每一个人都应该以是非之心来做决策 大是大非 面前每一个人心中都是有一杆秤的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心中 当我们心中 能够去用是非之心来做决策 而不是以得失之心来做决策的时候 才能够活出一道光 才能够活成一道光 才能够变成君子坦荡荡 就像当年 在这个 抗日战争当中 我们很多很多人 加入了我们伟大的共产党 加州共产党以后 有些时候被国民党抓了 但是如果抓了我们的人 我们怕吧 我们不怕 我们为什么不怕 我们都听过刘虎兰的故事 我们都听过很多英雄就位的故事 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怕呢 因为我们心中知道 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那为什么今天很多 这个我们看到过很多新闻 一些 这个 贪官 当纪委还没有上门的时候 他就这个悬梁自尽 或者跳楼自杀了 因为他怕呀 他为什么怕呢 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做的是错的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得失之心 来行走天下 那真的是人世间就没有黑暗了 真的就变成了光明 所以这也是杨明先生讲的 此心光明亦附何眼 自信平生无愧 是死后放肝对青天 如果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活成一道光 这个世界该多美呀 而且真的是这样 从短期来看得失 这个从长期来看是非 举个例子吧 当年的BAT 大家都知道 非常非常厉害 特别是百度 因为百度毕竟他是一个搜索引刑 他掌握了这个流量端 连当年的阿里都要向百度买流量 每一年付给百度的这个推广费用 那都是数十亿 但是为什么今天在互联网圈里面 大家不承认BAT的存在 然后因为在阿里和腾讯看来 百度这家公司已经陨落了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硬生生的杀出了今日头条戏 张一鸣带着今日头条 然后硬生生的改变了 今天中国的互联网格局 你用手机搜索 已经多久没有用过百度了 我们今天很多人会用其他的这种工具来搜索 因为百度的这个搜索 在手机上做的确实比较差 最关键的是 为什么百度的市值越来越小 就是因为 从短期来看 百度做竞价排名 是对的 是对的 因为增加公司业绩 但是从长期来看 是错的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百度发生过很多的实践 然后有人在百度上搜索医院 结果到了黑诊所 然后买了黑心药 这种事情 这个报道过很多次 那曾经百度请过陆琪 一个互联网最顶级的大牛 去加盟了百度 但是干了不到一年半就离职了 在陆琪在位的时候 百度下架了所有那些不良的 这种付费推广的广告 但是当陆琪离职以后 马上广告全部都上架了 那换句话讲 如果是用得失心 那我必须得 我百度要赚钱 我要有收益 所以我必须要做竞价排名 那只要客户付钱 给我都应该收 明知道客户的资质不够 那为了充业绩 那也要收 这叫得失心 但是如果真的是是非心 有些钱可以赚 有些钱坚决不能赚 如果你能够 有这条是非之心来做 其实短期来看 你是损失的 但是长期来看 那你是赚的 我觉得阿里巴巴 之所以能够越做越大 就是因为 马云他是有是非之心的 他有很多东西 他是不做的 宁可赚钱 我知道赚钱 我也不会去做 因为这是底线 我做的东西 一定是能够帮到用户的 所以我觉得 就像江南村讲的 是非即成败 真的是是非即成败 这句话 为什么我这么有感触 就是因为周老师回想 我这一路走来 其实也是如此 以得失之心做决策 短期来看我赚了 长期来看我输了 输了用户的心 输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 以是非之心来做决策 其实我全赚了 真的是全赚了 所以我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通过这句话 来告诉自己 要活成那道光 一定要用是非心 来代替得失心 当你活在得失心当中的时候 你是患得患失的 你赚再多钱都不会开心 周老师一个弟子 没有跟我学习之前 一年赚两百多万 跟我学习以后 去年赚了八千万 应该开心了吧 从一年只能赚几百万 到现在一年赚八千万 而且这八千万 什么都不用干 赚的 倍动收入 结果他极其痛苦 我说你为什么痛苦 他说老师 我发明了一个配方 然后我来到中国 因为你是我的老师 我来到中国 跟你学习 结果我就认识 这个周威商的 我跟他学习以后 我跟他合作以后 我们去年公司 一共大家做了 将近四十多个亿 这个老板本人 就赚了十几个亿 而我才拿到八千万 我太痛苦了 凭什么他赚那么多 我不准备跟他合作了 当他讲到这的时候 满嘴全都是抱怨 而且他真的很痛苦 那他说这句话 他在用什么说 他在用得失心说 你只看到了 别人赚了十几亿 你只赚了八千万 你有没有想过 在你没有 跟这个人合作之前 你一年收入只有两百万呢 整个微商的商业模式 设计带团队 然后整个公司运营 全是别人在做 你只是负责一个 一个配方而已啊 如果你是用是非之心 来看这件事 你不会生气啊 别人做的多 就应该赚的多啊 这是对的呀 但是我们很多人是 往往会用 得失心来去 做我们做决策的标准 而不是活在 是非之心当中 所以 希望 所有人 从今天起 真的都是 活在 是非心 心中知道 什么是对的 就去做 知道是错的 那就不去做 然后我讲到这儿 这儿的时候 我有一个弟子 是个二代 一个上高中的一个学生 老师 我知道了 我错了 我要回学校 我说怎么了 他说 我在上万年课之前 我自卑内向 不敢说话 考试闷闷挂单 上万年的课以后 我自信了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冲到了全学校第一 成为学生会主席 成为了班长 成为了学校的明星 我又跟你学会了研究 然后在学校 非常非常的 这个厉害 招人稀罕 结果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同学 成绩特别差 然后来找我 想让我帮他 他没有人跟他玩 他马上就被劝退学了 我帮了他 整整一个月 帮他成绩 然后从倒数第一 现在已经往前 走了十几个名额了 他慢慢一开始 对学习也有自信了 他慢慢想 就不退学了 准备继续好好学 结果 开始有人 我身边有人跟我讲 他是学 你是学霸 他是学渣 你今天跟他待在一起干啥呀 然后 第一个人这样说 他没感觉 第二个人这样说 他没感觉 慢慢的很多人都开始说他 而且他发现 当他开始跟这个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人慢慢开始疏远他 他这个时候就想 哎呀 我为了这一个人得罪了我所有的朋友 那不行 他说我就不辅导这个人了 我已经 打电话 我也不见 我现在不辅导他 大概有半个多月 我没理过他了 他说 他说老师 当我听到你的这个 是非心和得失心的时候 我明白了 我是用 又活在小卧里了 用得失心来去衡量 我觉得在大势大飞面前 我错了 我应该回去 我应该继续辅导他 因为我不辅导他 他有可能就会辍学 好不容易找到希望了 我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结果当全同 全学校人都唾弃他的时候 他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我说我现在不能上课 我要回去 我要跟他道歉 我要继续跟他成为好朋友 我要帮助他 哇 太棒了 这就又拯救了一个 又拯救了一个灵魂 所以 做任何事 用是非之心来做决策 短期来看你输了 长期来看你一定赚了 然后 希望大家从得失心里跳出来 得失心是小我 是非心是大我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记住 是非即成败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